小编说本文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和湖原关键科考区湖泊专题科考执行分队长,中科任青藏高原研究所王军波副研究员在科考工作进行中所写下的,目前他仍在纳木措进行科考工作。 江唐百年,从探险到科考写在第二次青藏科考进行中王军波,矗立在地球上这片最高最大最年轻高原上的山山水水,已漫不经心地度过了千百万年的岁月,与其古老的年龄相比,其为使人所知的时间却非常短,不过百十来年,这要归功于欧洲地理大发现后掀起的亚洲探险热,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断断续续续几十年。 先后有多位探险家组织探险在游历这片当时完全的地理空白区域,然而,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大清朝末年的中国大地买木疮仪,闭关锁国的政策让当时的中国完全自觉愉快速发展的西方世界,造成了盲目自大厦的全面落后,中国人,无比遗憾地几乎全面缺席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亚洲探险热。 这是历史的悲哀,是中国的地理智商,01斯文。 赫定太险青藏高原提起那次浩浩荡荡的亚洲探险,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是瑞典太险家斯文。 赫定斯文太丁,他是那批勇闯天涯的科学英雄的典型代表,几乎以一己之力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九死一生的经历,为,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贡献了大半生。 斯文。赫定三次入藏探险,最后一次历史两年零一个月,即所谓的失踪血域750天,其主要探险历程涉及到枪塘高原的大部分区域,从卡拉昆仑山到昆仑山,从唐古拉山到钢底斯山以及枪塘高原外围的喜马拉雅山,河崖鲁藏布江等等,在当时几乎都是无人区的状况下。 斯文。赫定率领探险队巴斯恒川钢底斯山,他本人由于不了解当地的历史,将其称为外喜马拉雅山,对地质,地貌,湖泊,河流,动植物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和采集样本,是世界上首次系统开展这一地区科学探险和考察的人,为此他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顶级探险家,受到很多国家元首及地理学会的吹捧,成就了其在地理学上的学术地位。 斯文。赫定在考察图片来源,百度百科斯文。赫定考察图图片来源,百度百科当然。斯文。赫定在探险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应该是在塔里木盆地历险时,发现沉睡千年之久的楼兰古城,并最终作为由于说的代表性人物而为学术界所熟知,也是因为这个贡献。 他受邀作为外方团长,参与组建了中瑞等国家民间团体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在政治动荡,民不聊生的二三十年代坚持开展了为迄近十年的科学考察,为中瑞科学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话题回到枪塘高原,在这里的游历同样是其探险施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其秘密入葬的相关政治性问题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话题。 本文不予讨论,只关注其科学探险本身。 斯文。赫定的探险经历中对青藏高原的湖泊考察,是重要的考察内容。 对湖泊的考察和记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使这些湖泊第一次走出大山,进入世人的视野。 从其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长长的一串湖泊的名字如,自灵错,扎日南木错,许如错,卡若错,昂拉仁错,马庞荣错,拉昂错拉嘎错,昂斯错,阿克赛心湖等等耳熟能详的在现代地图上展现的一颗颗高原明珠。 至今,这些考察资料仍具有参考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由于翻译云一等而与现代名称叫法不一致的大小湖泊,如其提到的莱丹湖,应该就是现今西昆仑东喀拉昆仑地区,著名的大湖郭扎错,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三次遥望藏北著名本教圣湖搭惹用错而不得亲近,正如其多次尝试到达圣城拉萨而未能如愿一样,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许如错色灵错郭扎错,搭惹用错, 即打过雪山马庞拥错,在1908年7月26到27日和8月7日,斯文,赫定带领助手划着小船,拿着灯笼,用牵锤线夜间测量马庞拥错的场景成为了科学泰险史上永恒的经典画面,其中展现出的大无畏的坚强意志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令人太浮,最终在巨大的风浪中全身而退,也留下了科学泰险的一段佳话,02以往科考留下大量空白虚同斯文,赫定测量 马庞拥错算起,到六十多年后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我们几乎无法查到对这片土地上任何地理事物的有目的性的考察和记载,目前由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称为而把四十多年前,这次史无前例的大科考,称之为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其科考规模,覆盖学科,时间和空间跨度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和历史辈 以及科考目的有关,与第一次青藏科考相比,现在进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其组织形式已大大不同,因而在组织像第一次科考中那种多学科,长时间,超大规模的队伍浩浩荡荡进入某一个考察区,开展工作已是不现实的了,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了,第一次青藏科考对造北几乎所有的大湖,都进行了考察研究, 然而受制于交通状况和科考设备,对大部分湖泊也只是进行了到达式科考,尽管获取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但在绝大部分湖泊中也仅限于湖边或静岸区,绝少有湖泊进行过前面的测量,因而在区域上仍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区,而在个体湖泊上,科考资料的代表性和全面性也是远远不足,基于这种现状,仍需组织实施大规模的科考才能全面认识青藏高原湖泊的现状,过去十余年, 在一些科研项目的直接支持下,以湖泊沉积与古环境为主要研究目标,而顺便完成了很多湖泊的测量工作,包括水深和水质测量,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枪塘高原湖泊的了解,03史诗般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时间来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历史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次青藏科考,这将又是一次史诗般的大规模科考活动, 是可与百年前的探险和四十年前的第一次青藏科考相媲美,而能写入青藏高原历史发展的大事件,如果说百年前的探险热揭开了这一地区的神秘面纱,四十多年前的第一次青藏科考,让我们初步了解了很多地理事物,那么如今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必将让我们在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找准科学问题,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因此可以说本次科考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科考, 这是与前两次的本质区别,也是一次科学上的提升,将湖原湖泊专题科考分队再次临措考察,对于湖泊考察来说,第二次青藏科考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精心规划,并组织实施前面考察,不留空白这是对第二次青藏科考的一个最基本要求,要对整个青藏高原湖泊现状进行避态式考察,一定规模以上如,十千米,的湖泊全部要实地考察,精确测量其基本参数, 建立青藏高原湖泊精准数据库,完成青藏高原湖泊制的更新与边段,找出变化,产明机制对于湖泊考察不能满足于指知其特征,更重要的是要知其变化并产明机制,及湖泊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能对其未来一定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进行合理预测, 这就需要在重点区域的典型湖泊开展长期定位湖泊观测研究,获取联系湖泊现代数据并利用相关模型,进行模拟研究,从而回答以上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新的见解, 挖掘历史,重建环境高原湖泊中储存着良好的地质环境变化的记录者,通过挖掘湖底沉积物所蕴含的历史时期,气候环境变化信息,重建末次冰期以来,气候变化及其空间差异, 阐明气候变化的规律和机制,为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合理开发,提出建议在全面考察和湖泊变化监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旅游发展和生态停障建设需要, 在特定区域为第三级国家公园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湖泊旅游是青藏高原特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看神山观圣湖的传统旅游项目以及基于宗教传统的转山转湖等风俗,纳木错,瑟琳错, 阳卓庸错,马庞庸错,班公湖等等著名湖泊都是深受旅游者青睐的景点,而这些湖泊的定位观测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旅游者提供。